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座座因水而兴的城 总带着一股灵气 处处游水 点点沁绿 人们整合而居 依水入梦 水中流淌潜泉诗意 也孕育了无数和仙水产 在水边人家富有诗意的餐桌上各自精彩 有一种水中奇物是最令它们钟情的美味来源 而对于同一种食材 经由人们的妙想通过炒 焖 烧 酱等不同的烹饪手法 实现了同源不同味的美妙变换 团鱼 水鱼 潭鱼 这些听上去有些陌生的名字 真身都是甲鱼 诸多品种之中最常见的中华鳖 几乎遍布中国各省份 洞庭湖西畔有汉寿甲鱼 淮河之滨有黄川甲鱼 坟河一带有红铜甲鱼 南风甲鱼 鱼咬甲鱼等也都闻名全国 湖泊 池塘 水库 但凡水源充足之处 都是繁养甲鱼的好地方 夏煮湖 拥有六百多个吨岛 鲜鱼条港岔 水中美味 数不胜数 人们对甲鱼最是熟悉 可若要寻到行踪鬼秘的甲鱼 还需花上一番功夫 午饭时间 沈建峰又出门了 家人已经习惯了他专挑饭点出门 中午气温升高 水中含氧量下降 很多水生动物都会浮上水面呼吸 是打甲鱼的最好时机 四月 中午的夏煮湖 气温已升至二十六摄氏度 独行侠沈建峰找到了夏煮湖 一处僻静的地方 开始了他的静候 平静的湖面 和煦的春风 沈建峰无暇欣赏 一心等待湖底的甲鱼 你能想象的帅气酷炫并不是打甲鱼的全部 想要耍帅 先得等待 微微摇晃的千锤和犀利的眼神提醒我们 这不是静置画面 甲鱼因为在野生的环境之下 它非常的机灵 因为它平时见到活动的东西少 如果它一见到活动的东西 它就会马上淘下去 水面泛着淋淋剥光 长时间注视 眼睛会如血盲症一般失焦 但甲鱼浮上水面 只有短短一两秒钟 而且只露两个鼻孔 想要抓住转瞬一世的机会 需要鹰一般锐利的眼睛 甲鱼上来了 神剑峰目测距离后 要马上抓着吊杆使劲一甩 保证线头上的牵驼 以相当快的速度准确无误地砸向目标 对眼力和枪法的考验 就在几秒钟之内 又没打到 太可惜了 几次小心又谨慎地抛枪 毫无所获 看来即使是沈建峰这样的老手 也并不是百发百中 不过老手的优势就是沉得住气 有可能坐个两个三个小时也不一定 因为现在野外的甲鱼非常的少了 所以看到一个甲鱼 心里想肯定不肯放弃 就一直等啊等啊等下去 时间又过去了不知道多久 一只注定倒霉的甲鱼扶了上来 关键时刻奋力一跑 中了 沈建峰终于扳回一局 还好 这个还不错 可能有个一斤半重了 哎呀 上来了 这甲鱼还可以 今天晚上有红烧甲鱼吃咯 甲鱼一定要拿这两个后腿的甲鱼窝 甲鱼窝拿到之后 它的脖子就不够长了 它就不会咬到你的手 不然的话会被它咬到的 因为甲鱼拉也是挺凶猛的那个一个动物 你看这甲鱼多凶猛 你看你看它的咬合力 草都马上一口就咬断了 甲鱼不仅是绝妙的滋补佳品 在夏煮湖历史上 它还被赋予了传奇色彩 如今的夏煮湖一带 是古防风国的所在地 创始人防风氏辅助大雨治水 自此风平浪静的夏煮湖成为一方卧土 百姓安居乐业 相传 防风氏带领将士治理夏煮湖时 粮食不足 百姓补了湖中的甲鱼 用大锅煮了给将士充当食物 将士们吃了甲鱼后 顿感精神振奋 力气倍增 一举制服了洪水 自此夏煮湖的甲鱼鸣声大噪 经过冬眠期的养精蓄锐 春季的甲鱼消耗了大量体内脂肪 肉质更加紧实 是炖汤的上品 姜片去腥 佐以咸肉提鲜 只需清水炖煮 就是难得的美味甲鱼汤 肉质滑嫩不腻 汤汁清鲜利口 不过四只脚的甲鱼很顽固 不会轻易成为人类口中的佳肴 于是两只脚的人类 要得到甲鱼肉的绝佳口感 就得嚼尽脑汁 想尽办法 杀甲鱼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膜 一定要戒掉 不然的话它非常影响口感 你看 所以这个膜这么厚的很粗糙 戒掉的话吃到这个东西 在嘴里面就像 跟嚼的稻草差不多的那个味道 甲鱼全身覆盖有一层厚厚的膜 需要仔细接去 独行侠不走寻常路 打甲鱼如此 烹制甲鱼更是如此 大家都做清炖甲鱼汤 沈建峰偏偏要红烧 而且一定要加上本地黄酒 现抓现做是为了留住最鲜的味道 因此每次有幸钓到甲鱼 沈建峰都会以最快的速度烹出一碗美味 忙活了一中午 这会儿闻见甲鱼浓郁的酱香 迫不及待要先吃上一碗 忙里偷闲打甲鱼 此中乐趣 也许只有下主湖的独行侠才能知晓 相比较由于与港帮勾叉之间 行踪不定的甲鱼 在同样拥有密布的水网与河流的武汉 从遍地湖塘中捞得甲鱼 似乎从不是难事 而对于这常见易得的食材 点子颇多的武汉人燃起好奇心 脑洞大开 他们的甲鱼烹制独树一帜 武汉素有百湖之市的美誉 据统计 武汉市的湖泊数量有160多个 百湖之市可谓名副其实 2014年正式发行的武汉湖泊制 是国内的第一部地方湖泊市 位于武汉之西的仙桃排湖 水质清澈 耳料丰富 即便是秋冬季也依然光照充足 温度适宜 是甲鱼生长的绝佳环境 陈超从汉阳驱车前往此地 为的便是寻得优质鲜美的甲鱼 因为这个湖里面它主要是生态养殖的 所以它的产量都比较低 它的品质蛮好 它都没有去吃了的 这些目的大概有产量的多好 大概就是一百多斤吧 一百多斤 一只只肥大的甲鱼被打捞上来 看来此行收获颇丰 与鱼塘老板一同下壶捞甲鱼的陈超 已是满脸欢喜 哇 脚不中了 看 今年这个甲鱼 砸得好费啊 两斤半 这个甲鱼两斤六两 对吧 全面一张 全面又厚 看这个全面 看这个全面 哦 这全面都大 鲜活的甲鱼将要被送往 位于汉阳的酒家 这不过是甲鱼成菜的第一步 离美味还相差很远 趁这会儿 陈超还得再检查一次 一般还要不要 这一批不错 这批送的甲鱼不错 活性也比较大 十五年的吹士兵生涯让陈超练就了一身好厨艺 不满足于寻常烹饪的他而是天马行空把甲鱼烧出了新滋味 甲鱼多以清炖的方法烹饪 各色配料在一同烹煮时的博弈决定了甲鱼味道的根本 但一同下锅的配料在熬煮时容易相互抢味 另辟西京的陈超选择以酱烧烹制 提前烹制的酱料既保证了配料坚收并蓄的口感 又进一步提升了甲鱼的鲜香 好马配好鞍 好甲鱼配好料 经过多年的摸索与调配 最终陈超选用陈皮 沙仁 草果 当归等十八味中草药 和调味料组合熬制 精心炮制的中草药能够赋予酱料滋阴 温补 提香的功效 创新的搭配与打破常规的制作工序 只为激发出甲鱼深藏入理的鲜 熬酱这门学问没有秘诀 只有细心 火候 油温 配比 往往插之毫厘 谬以千里 为了这一锅酱料 陈超常常彻夜忙碌 武汉人是甲鱼 汉阳由盛 美制饭点 慕名而来的时刻 纷纷汇集于这汉阳的街角 甲鱼裙边胶质满满 甲鱼捞饭无人不爱 风行汉阳的甲鱼馆 一锅肥美的甲鱼 是当之无愧的门面担当 还是最原始的那个大铁锅 就是熬 这是十八个中药 主要是为了傾全甲鱼的鲜味 就皮肩豆酱 这锅酱就是自己可以研制出来的 不断摸索 这么把它提供一个香味 用这个菜籽油 要熬七八个小时 经过熬煮 一大锅美味支援正式出锅 斗转腾挪间 十八味中药与皮线豆瓣 在菜籽油的裹挟下已是酱香味醇 这是陈超为甲鱼提鲜所创造的绝妙搭配 在部队养成的严谨习惯 令陈超对于烧制甲鱼毫不马虎 为甲鱼的烹饪制定标准的流程 是他对这一菜品的严苛要求 甲鱼屁股 这一点要丢了 这个甲鱼股这个东西不要 两只甲鱼要杀三秒 一只甲鱼两斤甲鱼要剁二十二十块 快刀宰杀 去油去皮 放入锅中煸炒 带到表面焦黄 倒入啤酒 密制酱 高汤 大火烧制 收汁起锅 装盘 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在二十七分钟内完成 精准到分秒的制作流程 是陈超遵循一菜一味的严苛标准 味道不错 特别好吃 老婆远跟江夏跑过来 特别的吃这个甲鱼 这个是裙边 起到那个很软的软的 口感还不错 就是入口即滑 甲鱼鲜美 酱料纯香 大厨妙祥 仙上加鲜 陈超对于甲鱼有着近乎执着的专一 对于他来说 一锅鲜嫩回味 酱汁浓郁的甲鱼 是这冬日之中最为温暖的滋味 武汉有百湖明珠 湿地之城 当之无愧 提到水之城 当然少不了拥有六千多条河流的宁波 三江六堂河 一湖居城中 说的就是宁波特有的江南水乡格局 或许是拥有同样的地理优势 在品味甲鱼这件事上 两座城可谓神交已久 甲鱼馆风行武汉 而宁波则号称一年吃掉二十万只甲鱼 不过 除了享受美味 宁波人还为它附上了好寓意 浙江历来人文玉貌 重文众教 杭家湖和宁少平原游慎 从唐至清 历代诞生的状元数量稳居全国前列 鱼米之乡 以水为魂 滋养着生生不息的江南文脉 就连当地人钟情的美食 也都被赋予了美好期待 临近假期 饭店即将迎来最忙碌的时刻 陈济波和同事们一起装饰店面 接下来 大家就要开始为节日期间暴增的订单紧张忙碌 伴随着锅碗瓢盆交响曲 陈济波和同事们迅速切入节日模式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高中状元 所以说我们对于小朋友的升学业 一般都是会选择有一个冰糖甲鱼 有读书的孩子的话 他会可以寓意读在额头 冰糖甲鱼为练宁波十大名菜之首 在当地民俗中 这道菜和古食的新科状元有关 因此又被称为状元菜 因为独占凹头的寓意 深受人们的喜爱 又因菜品香甜可口 色泽红亮 透着喜庆 冰糖甲鱼被宁波人赋予了 红韵当头的好彩头 但凡家中有即将迎来大考的学子 宁波人都会全家汇集一桌 冰糖甲鱼是必不可少的压轴菜 宁波处于瑶江 凤化江和永江 三江并流之地 水网密布 和鲜是宁波人离不了的美味 甲鱼因为蕴含着甲等头盔的美好祝福 而从水族中脱颖而出 成为宁波人逢年过节 宁波人当之无愧的主角 这甲鱼不错 陈济波要确保到店的每一只甲鱼都完美无缺 让点了冰糖甲鱼的顾客不留遗憾 希望他们红韵长久 要入得陈济波的法眼 端上餐桌化为一桌人的红韵 甲鱼还需经过更严格的检验 灵活度很高 很凶猛 那最好呢 最过去的 它是冰的 这个还要讲究啊 冰的是肥的 口味就好了 王霄 中学老师 喜欢冰糖甲鱼独占凹头的美好寓意 更喜欢这道菜 红韵当头的祝福 每次家庭聚餐 他都会点这道菜 宁波历来有重文宗教的传统 从隋唐至清代 一千三百多年间出了晋士两千多人 宁波因此被称为晋士之乡 好运好彩 能够延续千年 靠的是宁波人的努力和实力 冰糖甲鱼之所以深受宁波人的喜爱 就因为这道百年名菜寄托了宁波人 对一生好运 年年精彩的美好期待 上好的甲鱼还需要绝佳的手艺来处理 去腥是关键 多年的经验让陈济波总结出甲鱼的三部去腥法 首先将甲鱼放入八十度左右的水中浸泡 在甲鱼外壳上出现一层白膜时捞出 轻轻地完整接起 否则甲鱼腥味难除 水温过高会把白膜烫化 甲鱼就成了腥鱼 水温太低 白膜接不下来 甲鱼还是腥鱼 把控水温至关重要 接着把加工好的甲鱼冷水下锅焯 同时加入老酒 姜等再次去腥 然后要彻底去除甲鱼中的黄油 黄油腥腥点点 尤其烤烟耐心 稍有疏漏 一锅上好的美味 就会弃之可惜 食之口感欠佳 做甲鱼更是考验功夫 三十多年的磨练 让陈继波做冰糖甲鱼的手艺 炉火纯青 处理好的甲鱼下锅翻炒 带肉色泛白 老酒 酱油 醋 老抽 各色调料依次加入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 凭借一众食材中蕴含的祝福文化 陈继波巧思妙想 将冰糖甲鱼这道传统名菜 打造成了逢年过节的好运菜 冰糖提鲜增色 让甲鱼更加鲜香甜美 红眼诱人 寓意红韵高照 冬笋加盟 让甲鱼嫩滑甜淡 滋味步步递进 意味着一年好运连连 加入苹果是陈继波的创新 苹果的酸甜 让甲鱼最后残留的一丝腥气 烟消云散 伴随着锅中的低声吟唱 红彤彤的苹果欢乐跳动 让红韵生疼不已 饱含深情的各色食材 焦香灰映 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这是红韵当头的好采头 更是美好生活的好盼头 钟情于美食的宁波人 用冰糖甲鱼寓意独占凹头 美食总能承载心意 与好运一次又一次相逢 红原食材 经过一番奇思妙想 巧手会心 便能烹出万千风味的独特味道 红烧 酱烧 鸿焖 美味甲鱼的多样变化中 蕴藏的饮食美学 彰显一方地域的鲜明个性 七居水岸边 推窗而望 入眼皆是一米水香 一言之下的三餐礼 都带着鱼水相伴的 无尽失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